你好,我是董正榮 在这一则教学中呢 我们要来谈自动追踪跟自动取消追踪 这两个IG自动贴文超人的自动化功能 OK,所以呢,首先呢 如果你是付费版 你登录之后呢 你点击左边就找自动追踪 点下去 然后呢,选择你要启用这个功能的IG账号 那设定的方式呢 跟前面自动化 自动按赞、自动留言的设定方式一样 你也是锁定一些hashtag 然后呢 那我们的系统呢 就是会去找 有这些hashtag的账号去自动追踪 OK,那呢 你这些hashtag要怎么设定呢 完全是根据你自己的行业别 你要去发想 去思考一下 你也可以锁定某些地点 地点是特别适用在 如果你是当地的商店 你有实体商店的话 那你可以呢 选择 在你的所在地附近的人 然后的账号去追踪 因为他们就住在你家附近 你的商店附近 所以呢 如果他们来追踪你的IG账号 他们就很有可能会去你的商店消费 好,那你也可以锁定人物 所以实体如果你是实体商店呢 务必使用地点这个功能 那一样的 速度上呢 如果你是一开始 我们建议是先非常慢 然后一阵子稳定之后呢 你再调成自动 那也再提醒你 就是自动追踪跟自动取消追踪 这两个功能不要同时启动 不要同时启动 每一个自动化的功能 一次用一个就好了 一次用一个就好 我们要再三强调这一点 因为一次用太多呢 你的账号呢 一下子呢 就会被Instagram呢 发现有异常 那他们就会要求你要重新登录你的账号 然后 你如果被这样要求 你所有自动化的功能呢 状态就是停用 那你要再手动的再去启用它 这样子 好,一次就一个 对你的账号比较安全 然后你也要设定呢 每天凌晨的时候不要打扰到人家 那自动追踪到 不会真的打扰到人家 但是我还是建议你呢 你凌晨的时候不要操作 这样子是比较 模拟真人的 那一样的 你设定好之后呢 你就可以在系统里面看到 就是说 多久之前 然后呢 我追踪了谁 然后呢 我的 我的 它是透过哪一个hashtag 下去找到的 那有时候会找不到 找不到的话呢 就是代表你可能要再多增加几个hashtag 让它有多一点来源去追踪 你可以看到它就会追踪 你可以点击 游览这个人的个人档案 如果你发现你追踪的人呢 并不是 呃 就是并不是你真正想要的 那你可以自己手动去取消追踪 那当然最好呢 是用我们自动取消追踪的功能 好 那 那当呢 Instagram呢 觉察到呢 呃 你的这个 呃 状况异常的时候 它会 它会自动停止你 去 去追踪 然后你就会看到这个讯息 活动已停止 账号需重新登录 那这时候你就是 需要再重新登录你的账号 这样子 好 那 正确的做法是这样子哦 你要先呢 让 系统替你自动追踪 至少例如说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 好 然后呢 接下来呢 这两个礼拜呢 你追踪的对象呢 你如果他没有追踪你回来 那你就可以用我们自动取消追踪的功能 去把那些人 那些你之前用软体追踪的那些人 他没有回家你嘛 他没有追踪你嘛 那你就把他自动取消追踪 好 正确的方式是这样子 你要先用自动追踪 一阵子一两周 然后再用自动取消追踪 把他取消追踪掉 好 那所以呢 我们现在就来看自动取消追踪 那速度呢 是这样子哦 速度把他放慢 好 我会建议你用非常慢 因为呢 那个取消追踪 如果你用自动的话 他就是不到两小时 他就取消追踪一个 那你一整天就取消追踪十几二十个 这样子对Instagram来讲 你你这个取消追踪的频率也太频繁了 好 所以呢 我会建议呢 除非呢 你真的自动主动追踪了很多人啊 不然的话 呃 我会建议开始用非常慢 然后那 那当你的账号 诶 用非常慢没问题之后 慢慢加速 你就 我们就建议你用那个自动化 他就会在 零到两小时之间 随机抓一个时间 去执行这个自动化功能 那呢 一样的哦 你要启用你的这个功能 那这有白名单 白名单就是呢 你输入那些你不想要取消追踪的 IG 账号 好 事实上 呃 这个功能呢 是预防万一啊 好 那我们这边呢 下面有一个小技巧 可以 可以帮助你呢 基本上 不用使用这个功能 好 那怎么用呢 就是这样子 好 这边呢 有一个来源 好 就是你要取消追踪的来源 好 就是 第一个是所有追踪 所有追踪 包含你自己在IG上面 然后手动去追踪 别人哦 就是那些你可能是真正想追踪的人 好 那如果你选所有追踪 那我们的软体 不好意思 那我们的软体呢 就会 就会 就会呢 去 替你不管37 21 然后呢 去把那些可能你真正想要追踪的人 然后也取消追踪 好 那我们不建议你用所有追踪 好 我们建议你用 使用自动追踪模组 去追踪的那一些人 去把它取消掉 换句话说呢 当你选择了 这一个选项 我们的软体呢 只会去取消追踪 那一些你用我们的这个系统 然后去自动追踪的人 换句话说呢 你用我们软体去自动追踪的那些人 并不是你真正想要去追踪的人嘛 你只想要有一些曝光而已嘛 好 所以呢 我们要取消追踪 就只要针对那一群人去取消追踪就好 好 那这里还有额外一个选项 请你勾选 就是不要取消追踪我的粉丝 也就是说呢 如果呢 你用我们软体自动追踪的一些账号 结果那一些人里面的一部分呢 他也反追踪你了 他就变成你的粉丝了 这时候呢 你就 你有勾选的话呢 那你就叫我们软体说 因为他有反追踪我了 所以我就不要取消追踪我的粉丝 就是那些有追踪我的人 那我的建议是要勾选啦 那你当然你也可以不用勾选 那就是不管那些人有没有追踪你 我们的系统都会随机的去 把他们慢慢取消追踪 然后呢 接下来是每天暂停操作 就是从凌晨的时候不要操作嘛 那一切都OK之后呢 你就按储存 那同样的呢 你可以看活动日志 你可以看到呢 你取消追踪的谁 那我之前测试的时候呢 一天内你看取消追踪很多人 然后呢 我的活动就被停止了 然后呢 这这时候你看啊 你看无法获得追踪者的讯息 Challenge required就是挑战需要 就简单讲就是说 呃 系统呢可能我们的伺服器 跟Instagram的连线呢 没有正常 然后呢或者是Instagram呢 要我们要重新登录帐号 等等的都可能会发生这种状况 所以 那时候这个活动就暂停了 所以呢这两个功能 请务必记得不要同时开 同时开就会出现一个很奇怪的状况 就是你一边追踪人 你一整天的的动作就是 你今天追踪了15个 然后今天取消追踪10个 然后呢Instagram就会觉得很奇怪 你干嘛每天没事追踪人家 然后每次又取消追踪人家 那这样子对Instagram来讲 你是在 你是在滥用追踪的这个功能 跟取消追踪的功能 去达到曝光的效果 Instagram也知道你在使用这个策略 所以如果你两个都开 你就很明显 Instagram就会知道 你是在滥用他们的功能 所以呢它很快就会让你呢 需要重新登录 或者要做安全验证 所以呢千万不要这样说 那这个就是 使用这两个功能的注意事项 一次呢只启用一个 然后先启用自动追踪 追踪一两周之后 再启用自动取消追踪 慢慢再把它取消掉 那详细的曲线呢 你会在这边看到 这边有一个Defense Analytics 就是进阶的统计 那你选择你的帐号 那你可以观察过去七天 自动化的功能 或过去17天 14天 21天 等等 那我们在这边呢 就会有一个曲线告诉你 你每天 这里 每天追踪中的人呢 有没有少 你看这边写 减4-9-11 为什么 就是因为我启用了自动取消追踪的功能 所以我每天呢 他今天帮我减四个 然后 然后就每天都会帮我减 那我用 所以呢 这个就是使用这个 这个取消追踪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呢 那你千万不要就是两个一起开 要一边追踪 然后一边取消追踪 我再强调 那同样的 如果你 你启用了这个取消追踪 很快的呢 你曾经追踪的人 也会慢慢被你退掉 你启用了越久 然后呢 他就一直 一直取消追踪 取消到最后 他没得取消的时候 他才会停 所以呢 你在使用自动取消追踪的时候呢 你也要就开一阵子就好 不要一直开着 OK 好 所以呢 希望这样子呢 你就已经知道 呃 所有的注意事项 那我再强调一下 当你的帐号 IG帐号 启用了这个 直动化功能的时候 那一阵子 请都在我们的电脑上去贴文 去操作 不要再开你的手机的IG 或者使用电脑版的IG去观看 好 那 因为如果你又同时这样做的话 Instagram 就会 觉察到 诶很奇怪 你怎么在 他们会觉察到 你怎么会在两个完全不一样的地点呢 在操作 因为如果你当你使用 我们的软体的时候 我们预设呢 会是在新北市的某一个地方 来替你进行操作 那你又在你家呢 又突然连线在IG上 那Instagram 会立即的觉察到不对劲 所以呢 他可能会就立即的暂停你的自动化功能 所以你当你启动自动化功能的时候 切记 不要再去操作你手机上的IG OK 如果你有贴文的需求 请就是完全用我们的软体下去贴 就这么简单 好 那我们这则教学就就到这 我们下则教学继续 拜拜